Youtube的直播 咦?為什麼我經常在Youtube錯過了MyRadio的直播節目? 我明明已經訂閱了YoutubeMyRadio的頻道 當然啦!訂閱完MyRadio YouTube頻道之後 你還需要按旁邊的小鈴鐺 再選擇全部 那MyRadio一有直播或者有新的節目 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 這樣就一定不會錯過MyRadio在Youtube頻道的直播 又或者是新節目啦 還有一件事千萬不要忘記 這件事我當然知道啦 交節目月費來支持MyRadio 現在除了經PayPal 還可以經PayMe、轉數快 或者Patreon來交月費 今天是2022年10月27日 提醒各位 請支持MyRadio 記得交台費 今天呢 第一 就是今天我這個鐘頭節目呢 都還要講一下 這個中共的這個二十大的 第一節講啦 或者第二節都講 另外呢 就會講一下香港 香港我們這幾次的節目 全部都給二十大 填滿了 講到這個中共二十大 講到我們的節目內容 我真的 都有 無限感慨 其實我很多時候都會講 這個中國的政治的 包括海峽兩岸的政治 但是看的人真的不多 特別是我說台灣 大家更加沒有興趣 當然我們看到最近台灣 因為選舉 也因為中共開了十二十大 所以很多電視台的政論節目 都是環繞在這兩個部分 一個是選舉 一個就是中共二十大 然後對台灣有什麼影響呢 他有一個切身的利害關係 看的人就很多 因為他除了主流的電視台之外 譬如親民進黨的電視台 三立 民視 這一類 有很多間的 另外就是藍營 只有中天 中視 另外就是 就是靠這些網媒 網媒也是分藍和綠 很清楚的 他們有很多說法 大家 在香港或者海外的中國人 海外的中國人 可能比較有興趣 那些華人 譬如說 在中國 大陸移民去美國 歐洲 澳洲 這些地方 他就通過互聯網 看YouTube這些影片 所以真的是一個很龐大的市場 大家如果上YouTube 你一按開看一兩個 然後就 便會來的 我們也有很多香港的知名網民 或者KOL 亦都在台灣 或者英國 又可以做自媒體 所以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 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 其實都是講香港問題 比較多的 偶爾我也會講講中國的政治 或者台灣的政治 但是看的人 相對會比較少 但是這次二十大 就有些例外 尤其是發生這個二十大 閉幕那天 真厲害了 這個焦點人物 竟然就是 這個前總書記 胡錦濤 大家有留意我們的片 就是講胡錦濤 那兩段片 例如我們星期六 因為星期六 剛剛那天是 產生中央委員會 中央委員會 中央委員會的名單公佈 大家當然在那裡數人頭 看看哪些人在 哪些人不在 我之前也講過 整個中國 共產黨的黨代表大會 基本上就是一個 橡皮圖章 舉手機器 行禮如宜 那個二十大的新人士 新的權力結構 其實一早已經 在習近平掌控之下 已經定了 這個如果有看我節目的人 我之前 一個星期 兩個星期 三個星期 一講到黨代表大會 我一早已經告訴大家 當然他很清楚 我們就不知道哪些名單 但是都可以猜 那些人就是大家在那裡猜 那大部分 都是跌到通地 都是眼鏡碎 我們以前說這些 中國政治的時候 看的人不多 但是有很多 講國語的那些 很多人看的 他們的觀眾的量 比較大 我們講廣東話的量相對比較少 尤其是我們以前 以香港的聽眾 或是香港的觀眾為主 更嚴重 以廣東話的市場為主 以香港為主 更嚴重 他們都不會關心 台灣的政治 和中國的政治 所以看的人就少了 除非在那裡吹 除非在那裡吹 除非好像某軍 好像找個顯微鏡在那裡 好像他自己身歷其境 那樣 以推論代替觀察 以猜想代替認識 加上很多娛樂性 那就多人看 但是這次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胡錦濤這件事 就是說他在這個二十大閉幕那一天 被夾來這個現場的畫面 在星期六的時候 我們最初看到那段片 和我們那些截圖 是不得完整的 每天都多些 你明白嗎 到最新的那個 就是新加坡的那段影片 新加坡的新聞媒體 那段影片就很厲害了 就是 最初我們星期六看到那段 其實當日下午 我一看到那個畫面之後 我就已經決定 那個主題就是做這個 胡錦濤被夾來場的 所以我們踢爆 最近這一段片 這十幾分鐘就破天荒 差不多要接近二十萬人看過的 十幾二十萬人看過的 尤其是星期六出街 晚上九點鐘直播 第二天已經去到六七萬人看過的 你知道嗎 對我們來說 都是一個數字 一個紀錄 就是在踢爆的節目來說 那個主題就是講他 然後到星期日 這幾天大家都在講胡錦濤 那些片是越出越多 越出越清楚 這條片 因為我很仔細看完之後 就發覺 我們當初那個 估計或者預測 都沒有什麼錯的 一定是跟那個 中委名單有關的 是不是 我們有個同事 起了一條小題 叫做 因為 習近平經常說清零 這個就是團派清零 團派的意思就是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在中國共產黨 過去這幾屆 的黨大會裏面 產生的這個 權力結構的成員 他也有個屬性 是不是 因為 好像毛澤東說的 黨內無派千奇百怪 所以才要鬥爭 黨內一定有不同的派系 一個政黨一定有不同的派系 比如民主國家的 政黨也是的 他會有很多不同的派系 因為他那個政治主張不一樣 是不是 即使他同一個黨 如果用那個政治光譜來講 他可以左一點的有 或者右一點的也有 有些中間派也有 左右 然後中間派也有 都有 都有分的 比如保守黨 保守黨也有些 是極有的 極有的 有的就沒有那麼有的 是不是 所以毛澤東也說的 就是黨內無派 千奇百怪 不同的黨就要鬥爭 黨內有派也是要鬥爭的 但是到了習近平 即是說 十九屆之後 基本上就是黨內無派 是不是 只有殘餘分 就是在上一屆 遺留下來的十八大 十七大就是這個 胡錦濤 十六大也是胡錦濤 那兩屆有些人士 他是經過妥協 或者叫做compromise出來的人 那些人選系 是吧 十八大 就是這個2012年 習近平正式做總書記那一屆 是不是 那麼你看到那個 那些人 那七個常委 習近平那時候是五十九歲 那麼 為什麼其他那些 還有李克強兩個是五十 就是那個剛剛入 七上八下的七 是不是 然後就做兩階 十年 就變成六十多了 那麼你看到有些 張高麗、劉雲山、余勝昇、王岐山 喂 這幾個 張德剛 全部都是六十幾的 有些是之前已經做了一屆常委的 就是說在胡錦濤時期已經出現這些人 那些就一定不是習近平的人 對不對 習近平剛剛 就是坐上去的那張籠椅而已 剛剛坐上去的總書記那張椅子而已 其實是 那時候就有一個協商的特色 看到的 那麼李克強是團派 其他那些也有江派 就是說在江澤民時代已經培養的人 他們的班底 好了到了十九大又換了一批 十九大多了趙樂際 多了一個王滬寧 多了一個律戰書 這三個都可以說是習近平的派系 然後李克強就團派 韓正是這個鋼牌汪洋 也是團派遺留下來的 到了二十大還有這些人 一個都沒有 其實在十九大已經 沒有什麼派系的利益 已經沒有什麼派系的利益 所以現在的情況就很清楚了 這些我們以前也有說過 在2017年十九大之後 2018年人大全國人大換解 修改憲法的時候 將這個國家主席變成終身制 那就已經那個事實很清楚了 接著這個習近平新時代 什麼什麼什麼 就在這個時候出現了 那麼你們這些人都還要有幻想 這樣就沒得說了 好了說回胡錦濤成為二十大的焦點 這個就令到很多人很震驚 當然了 人言人暑 我們只看新華社怎麼說就行了 新華社用英文出大外宣 很明顯就是太多外媒 把焦點放在胡錦濤被夾來唱 這樣才有這樣的解釋 始終就說他病 但我們看回最新的那條片 即是現在看到比較清楚的那條片 現在可以拿出來看看 病什麼 一開始栗戰書 就拿桌面那些文件 大家看一下 在那裡在談的 說什麼呢 沒有人知道 也都不會猜 那些畫面 現在他拿開 為什麼要拿開這張名單呢 其實我猜 其實有些畫面看到 就是中央委員的名單 新界界要舉手投票通過 你看到習近平 在這個時候 為什麼他的表情會這樣呢 不停看著 然後開始說話了 要說話了 那麼栗戰書就在那裡跟他解釋 蓋著不給他 隔壁的那個王滬寧 是不是 進了這個人過來 這個呢 後來查到呢 就是習近平的貼身保安 我們香港的知科 現在跟他聽著 這個跟他生病是什麼關係呢 如果他生病 就是叫護士過來的 是不是 為什麼那些人還要說他生病呢 還有一個護靈 跟著就拿了那份文件 是吧 大家在那裡糾纏 拔 一度 另外那個後面那個 是中央辦公廳的 中央辦公廳的 那個是 中共中央辦公廳的 是吧 這個呢 就是習近平的 那個貼身保鏢 是吧 這個怎麼說是病呢 請問 為什麼還有些人還要說他是病呢 包括湯家驊這些混蛋 台灣有個叫蔡正元 這些混蛋 病啊 不要亂說啊 這些是之前看不到的 是吧 這個是上一首 但我星期六播的那個 就只是這裡 那說了些什麼呢 沒有人知道 是吧 那就拍一拍他的 那個buddy 這個 他是 溫家寶 目無表情 是吧 這個呢 有時候看到這些政治是非常殘酷的 你看坐在那裡 多少是那些舊報 是吧 胡錦濤受辱 溫家寶就一聲都不出 是吧 他也不可能去發表意見 是吧 如果在一些開放的民主國家 溫家寶走出去 他還不讓記者搏咪 是吧 是吧 這個就是共產黨 接著江珠 就完全人間蒸發 你看到江澤民時代 那個江珠體制 江澤民 是國家主席 總書記 這個是國務院總理 這個可以說是 在趙紫陽之後 這個曝光率最強的 最高的一個總理 朱鎔記 最有趣的 香港人都很深刻的 印象到 他來香港的時候 發表演講的時候 沒有稿 然後呢 他說話的內容 那些人非常有興趣 你明白嗎 而且他口舌變級 接著就到胡溫 胡錦濤和溫家寶這十年 溫家寶也是曝光率非常高的 在江珠時代 兩個曝光率都高的 因為江澤民也很喜歡出風頭的 喜歡說一下英文的 我們香港的女記者被他罵過 TOO SIMPLE SOMETIMES NAEVE 因為張寶華問他 是不是陰典 這個董建華 張寶華就是這樣出了名 就是被江澤民說 TOO SIMPLE SOMETIMES NAEVE 這個時代 到了胡溫 在中國共產黨的傳統 這些黨代表大會 這些元老全部都在 你要很禮遇他 尊重他表現得 現在不是 你看看這個習近平 基本上已經操控全國 但是在十九大已經是 所以政治是這樣的 所以我都不明白 為何在二十大之前有人說 這些所謂元老 班師回朝 講到此層層 現在情況很簡單 胡錦濤受辱 溫家寶禁聲 江珠人間蒸發 團派清零 全部都說了 因為 因為 習近平 在最近的這幾年歷史的演講 都經常強調這四個字 敢於鬥爭 這個 就跟毛澤東當年有得比了 毛澤東當年說的 所謂鬥爭 是說階級鬥爭 當然是通過階級鬥爭這四個字 或者階級鬥爭這個運動 去清除異己 是嗎 與人鬥 其樂無窮 與天鬥 其樂無窮 這是 毛澤東的名言 是嗎 現在 習近平這種敢於鬥爭 壓到一齊 跟毛澤東那種不同 他這個敢於鬥爭 不但只是對內 他這個敢於鬥爭 不但只是在經濟上 又說敢於鬥爭 對內 又是叫敢於鬥爭 在那個 清除這些 所謂派系 將它全部搞到清一式 那時候就是運一式 現在是清一式 打麻醉 大家都清楚了 那你清一式 跟運一式不同 翻數計通 現在是清一式 以前是運一式 這個敢於鬥爭 不但只是針對這個所謂權力結構 還是針對經濟 最重要就是對美國 或者對西方世界 都是要敢於鬥爭 這個跟鄧小平當年堅持改革開放 不當頭 韜光養晦 不搞這些鬥爭 完全是背道而馳 現在是他作主 所以整個中國的形勢 大家可以看到 你不可以再說過上兩代 多少代沒有影響力 現在最大的敵人 就是習近平自己 清除了 他在十八大登大堡之後 就開始用這個反腐敗 第一就是取得民心 第二就是清除了那些權力的障礙 十九大就正式定於一尊 到二十大就要繼續千秋萬世 就這麼簡單 用的是敢於鬥爭的哲學 好,休息一會 不停 不停 還是有驚訝 用達到尊重了 勤抗